宜安縣政府規劃在宜蘭市新建的 宜安縣原住民行政中心 即多功能文化會館 將會集結教育文化 產業經濟 所謂福利及公共建設等行政功能 目前9000萬經費沒有著落 遲遲無法動工 不過有部落居民表示 設立在都會區根本沒機會使用 蓋在市區應該是找不到那個地方 應該蓋在我們大同鄉是比較好 因為大同鄉 他都會找我們大同鄉的文化是什麼 市區 應該比較麻煩吧 有些我們部落的市區怎麼走都不知道 不過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代理所長表示 會選在宜蘭市區新生派出所後方 是考量到不管是南澳鄉 或是大同鄉等原鄉 就連都會區的族人 這個位置相對處於中央 未來完工後也會邀請各鄉族人 舉辦文化 展授活動 認為對推展原住民族文化有很大幫助 這個會館的話它是多功能 它除了是當我們就是 原民所的這個行政中心之外 它那邊有更多的空間 可以做更多的一些表演感受 其實這個點是還蠻中心點的 針對目前經費缺乏問題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代理所長表示 目前宜蘭縣府僅編列規劃設計費 三百萬元 總興建經費約九千萬到一億 預計在七月中會到中央原民會進行簡報 爭取補助興建工程款 記者 南無路論 宜蘭大同採訪報導 媒體